第五章 塞之河园 这么说 尤美的妹妹就是开了阿丽丝的美月 她可能是偷走一百亿的悬败 所以要是她的女儿 至于失踪的尤美则只有定期和那孩子见面 没错 对不起 同声离离 帮忙接一下 啊 要有礼貌 Selena 您好 请问 是大哥吗 真是吗 果然 为了连络上您 找遍好多地方 这样啊 现在状况如何 其实 我信正代的封建老爹逃跑 什么 在那之后 他在医院接受急救 但还没有恢复意识 可是大哥 从当时的状况来看 对老爹开枪的是东城会的人 要是老爹所在处曝光 恐怕又会有人找上门 他现在在哪 目前我把它藏在一个可以信得过的藏身处 等一期安顿好了之后再跟大哥联络 阿拉斯莱娜找您就行了吗 不 我有手机 同声 你有什么头绪吗 不 还没有想到 我会先到处去搜集情报看看 真没效率耶 没办法 只能去找那个情报贩子了吧 能不成是指传说中的情报贩子 没错 你已经知道了 赛之花商 从文中 那个情报贩子知道这街上发生了所有事情 只不过 那家后所在之处是那座公园内 西公园是吗 是啊 俗称赛之河园 是街友落脚的公园 他似乎就在那个赛之河园里面 但是你要当心 那里是连警察都不会介入危险地带 一旦进去里面 搞跑再也出不来了 不过 也只能去了吧 限度我 没有太多时间了 伊达先生 姚可以麻烦你吗 好 毕竟这里也称不上安全 就由我们来保护吧 我说你啊 那里有贴公告不是 眼镜使用 你有看到吗 是 那么不管有什么下场都没得抱怨了吧 滚啦 黑道嫂给我来这边晃荡 叫你鬼没听见是不是 公园是大家的吧 公园是大家的吧 你这家伙 是 是的 是 没错 知道了 上头说可以放他过去 这边 让我来带路吧 通森兄 我的身份已经穿帮了 这里可是塞珍合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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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去走到底的地方等你 请进 通神一马 才刚出狱好像就把事情闹得挺大的嘛 你就是塞珍花商 想要什么情报 我想知道关于东城会的一百亿还有 一对叫有美和美月的姐妹的情报 报仇呢 得付你多少 需要搜集情报可得花上不少钱啊 到处都有我的手下 从光小姐的内裤颜色到台面下的交易 及从未公主于是的杀人案 所有的消息都会传到我这边来 而我 会将多如繁星的情报综合起来 提供给客户他想要的正确情报 所以我的情报才会这么贵 明白了吧 现在我付不起 但我也没多少时间了 我想也是 喂 喂 10年前 说起唐岛之龙在当时也算是一方人物 我这个人呢 对所谓的黑道可说是恨之路骨 只是所谓的情报贩子 别的兴趣没有 就是喜欢偷窥别人的隐私 你在与鼎鼎大名东城会为敌时 会做出什么来 老实说我真的相当感兴趣 那 只是要是免费给了你情报 你不知道叫我怎么对其他人交代 我讨厌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 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一件只有唐岛之龙才办得到的事 是地下斗技场 没错 有钱没地方花的有钱人 还有喜欢见血的变态 都是我们的座上嘉宾 场上的选手 不管会被杀都无妨 毕竟这里可是赛之何远 你皇权原本就只有只此之遥 你所谓只有我才办得到的事情 是指只要连胜三场就可以获得奖金 如果你能拿下奖金 就拿地要付了情报贝吧 那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有一位临时报名的斗士登场啊 十年前以唐岛之龙名号备受敬畏 亲手杀死自己的组长 不是能以为何无的黑道 同声一马 负责迎击他的 是目前维持二连胜记录的 美国第一级杀人逃犯 丹尼尔·费德曼 来吧 不限时间 没有规则 来自美国的逃狱犯D·费德曼 正不愧是同声一马 配到了干架打法炸裂 好了 下一位挑战者是 泰拳界前重量级拳王 高威洋普拉木克 这是同声一马首场未冕战 到底会是怎样的战斗呢 开打了罗声响起了 前泰拳世界拳王基普拉木克 彼此报名参加了同声 痛快晋级瑞布克党 哦 下一位挑战者 似乎已经出炉了 太令人吃惊了 那位从未藏过败北之位的男人 回来了 过去三年来 在这擂胎上创下全胜无败的战绩 拉斯维加斯地下擂胎的冠军 戴瑞巴斯特克姆斯 呦 又见面人了 在这里遇见你真巧啊 通声兄 马上死和马上疯 你喜欢哪一个 你真的懂你那句日文是什么意思吗 无敌的黑道 对上不败的地下拳王 令人瞩目的一战 开打罗声响起了 三年来未藏百计的王者 击逼荷勿斯 简直就是最强干架高手 黑道获胜 令不败的拳王倒地吃土 如今新的冠军诞生了 接下来该轮到你开工了 安心吧 我说到做到 我是跟你说过 我做人是很公平的吗 你是想知道有关东城会的一百亿 以及尤美和美月这两个女人的事对吧 东城会第三代会长 隐瞒着前辈偷走的一事 但是名叫锦山的直系组织组长 在紧急干部会议里揭穿他 杀害第三代会长的人 据我推测就是锦山 他的举动不管怎么看 都是企图得到第四代会长的宝座 或许吧 然而 县的东城会是群雄割据 第三代会长已死 接班人也还没有决定 这么一来 夺回一百亿的人将会成为第四代会长吧 只因为锦山的一段话便陷入自相残杀的尼娜 还谈什么道义 笑死人 偷走一百亿的是名叫尤美的女人 这似乎是有了匿名通风暴行的样子 什么 东城会求证之后 得知她妹妹美月在事件前不久 就关闭Alice并销声匿迹 眼看就要查出煮饭了 但却找不到他们两人 于是就 盯上美月的女儿 瑶是吗 你说什么 东城会在找美月的女儿 瑶先跟我在一块 瑶 原来是这样 前天有个遮着脸的奇妙女子来这里 她想请我寻找的女孩 名字记得就叫做瑶 她可能是尤美或美月吗 不知道 虽然有看到女子的长相 但我不晓得她是尤美还是美月 再说跟来历不明的家伙可没有办法共事 所以就客气的将她请回来 怎么了 是吗 知道了 有客人来找你 客人 去见她吧 站稳了 什么 这事 你就尽管大吃一惊吧 这才是赛斯合约的真面目 五年前 警示厅装了50台的监视摄影机 名义上是要防范恐怖攻击 但实际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相较之下 我可是亲眼看得一清二楚 这都是靠着我装着街头的一万台摄影机 喂 让我看看客人那里的情况 是 伊达先生 有血了 发生了什么事 最终一下她的行动好了 把其他有拍到她的影像放出来 看 伊达 变得还真是露破了 认识她吗 老板 这是十分钟前的影像 嗯 小孩被抓走了 可恶 老板 有状况 怎么了 先把实况影像传过去 通声 伊达有危险 喂 伊达先生 抱歉 想要她 不知道 这家伙是条子啊 是啊 不会错的 老子以前也被这家伙逮过 已经够了吧 还不够 杀她一百次都不够 过来的闪鞭啦 不做她一下无法消气 把她大些八块 对啊 要 要把她大些八块才行 不然怎么讲都没有用吗 没错 你省省吧 我们没理由要听你的 干嘛 像怎样 不要 通声 这么想要这个人的命的话 就先干掉我再说吧 赛之河园的居民 真是枪的夸张啊 你就是赛之花山 好久不见了呢 伊达先生 通声 如走那女孩的那活人 把车子停在打击练习中心 放心吧 这笔情报备 我会先让你收的 嗯 那家伙 原本是警察 他因为私下泄露警方的情报 被我驱发 后来不知道他怎么了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遇见 通声 如作小妖的是真导族的家伙 真导族 真导族 怎么偏偏是被真导大哥的啊 解救小妖 伊达先生 你去斯雷纳等消息吧 可是那样的话 女生成这样 要对付真导族太困难了 而且我更担心丽娜 请不要让她独自一人 我知道了 你要保重啊 好久不见了呢 同声老力 我真的高兴到不行呢 竟然能和唐导之翁当面对干 真正的判施打上一场架 诶 同声老弟一定也了解这种感觉吧 对吧 哈哈哈 现在是该笑的时候吧 给我笑啊 存货 住手 啊 把摇摇还来 把摇摇还来 可以啊 走进那扇门就可以看见他了 嘿嘿嘿嘿 我不是说过了吗 同声老弟 我只要能和你对决就够了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认真真的啊 认真到不行啊 诶 别再掉我胃口了啦 同声老弟 要上了 一决胜负吧 东城会直系组织 登陆的尊导署 组长尊导无狼 你这家伙果然够猛啊 这才是同声老弟嘛 还没结束呢 要上了 胜负一分了 快要还给我 笨蛋 嗯 死吧 同声 老大 为什么 同声老弟他 是我的猎物啦 你这个大蠢蛋 只有我可以杀掉这家伙了 只有我可以杀掉这家伙了 神岛 老大 喂 叫救护车 快点 是 是 大树 药 药 好可怕 我好害怕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抱歉啊小妖 我没有保护好你 你很害怕吧 我被绑着关在黑漆漆的房间里 之后外面突然闹哄哄的 然后 有个不认识的大叔进来 叫我快逃 不认识的大叔 同声 会是谁啊 不晓得 我向他道谢 他只问我 罪子有没有呆在身边 什么罪子 就是这个 是尤美阿姨给我的 妈妈呢 为什么我还不能见到妈妈 对不起哦 人家不要这样 人家想见妈妈 尤美阿姨拜托你 让我和妈妈敬命 拜托你妈 你听好小妖 今天我带了这个来给你 这是你妈妈随身带着的罪子 这是妈妈的东西 没错 是你妈妈要我把它交给小妖的 所以你就等她一下吧 好吗 这是很重要的附身符 不可以跟陌生人说 你有这个东西哦 这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专属于小妖的护身符哦 那个不认识的大叔 想要你的罪子吗 不 他要我好好收着 还说这个 具有相当于一百亿的价值 让我看看 上属了吗 如果你把他敲开的话 不行 怎么可以 我只是随口说说了 遥 记得那个大叔长什么样子吗 因为房间里很暗 所以完全看不清楚 可是他要我告诉同生大叔 关于罪子的事情 他知道我的名字 嗯 到底是什么人啊 谁晓得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不知不觉之间 我们已经置身于世界的核心了 他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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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种砍 都不必有